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9月15日 在中国简报中,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国经济出现脆弱复苏的新迹象 华尔街日报 中国经济出现改善迹象 8月份零售额和工厂产出双双增长 由于零星封锁和新冠病例增加 2022年经济仅增长3% 而该国今年的增长目标为5%左右 预计将实施进一步的刺激措施来刺激经济,包括放宽购房限制和降低首付要求 然而,现在判断中国经济放缓是否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 因为跨日持久的房地产低迷、出口下降以及与西方的紧张关系都对经济构成风险 美国特使质疑中国国防部长缺席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缺席引发了人们对腐败整肃的猜测 李已经大约两周没有公开露面 据报道还缺席了几次会议 在他缺席之前 另一名高级军事官员失踪了三个月 美国驻日本特使拉姆·伊曼纽尔在推特上表示 中国政府的失业率非常高 观察人士表示 李的失踪凸显了中国政治领导层的不透明 并表明习近平主席的一些决定是不稳定的 随着央行采取行动支持增长 中国经济数据显示放缓迹象可能正在缓解 美联社 政府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正逐渐从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中复苏 工厂加快步伐 零售销售在8月份增长势头 然而 房地产行业继续陷入困境 8月份投资同比下降8.8% 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大多数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 以帮助减轻银行的负担并腾出更多资金用于放贷 中国国防部长失踪标志着习近平政府的动荡 日本时报 中国高级军事官员李尚福已被华盛顿解除其职务 李尚福于3月份上任 但据报道 美国政府已得出结论 他无法再履行职责 没有提供有关此行动原因的更多详细信息 中国经济活动数据显示刺激措施后的乐观情绪 金融时报 8月份中国零售额和工业生产增长快于预期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了罕见的提振 工业生产同比增长4.5% 零售额增长4.6% 均超出分析师预测和7月份增速 然而 周五公布的其他数据凸显了北京实现5%的年度增长目标面临的挑战 例如主要城市的新房价格下跌和固定资产投资放缓 最近几周 政策制定者推出了刺激措施以支持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 随着大型开发商暂停偿还债务 中国房地产困境加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房地产公司远洋已暂停离岸债务支付和美元计价债券交易 以进行更广泛的债务重组 该公司表示 由于2021年以来整个行业的销售下滑 流动性压力不断加大 影响了其偿还债务的能力 远洋的决定加剧了人们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担忧 最近中国最大的住宅建筑商碧桂园去年可能违约 凸显了这种担忧 2022年前八个月 中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8.8% 中国火箭军暴露短版解放军报 路透社 据解放军报报道 负责监管常规导弹和核导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在一次演习中被发现存在缺陷 该报告对武装部队战备状态的自我批评是不同寻常的 7月份 火箭军两名最高领导被外部指挥官替换后 火箭军最近受到了密切关注 习近平主席呼吁在中国建设新能力的同时提高战备水平 中国为完工公寓中的梦想破碎 家庭破碎 路透社 中国陕西省一处为完工公寓楼里的建筑工人石铁牛和其他数十名购房者正在呼吁当局解决腐烂或为完工房屋的问题 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 这种问题变得更加普遍 房主住在为完工的建筑外壳内 没有水 暖气货电 该综合体的建设于2013年开始 但此后多次陷入停滞 开发商和项目名称也多次变更 买家组织了抗议活动 要求恢复施工 西方担心俄罗斯和朝鲜走得更近 中国可能不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可能会看到俄罗斯和朝鲜之间新兴联盟的好处 作为其于美国的大国竞争的一部分 中国对朝鲜和俄罗斯来说都太重要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在中国背后做一些中国不喜欢的事情是愚蠢的 新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讲师亚历山大科罗廖夫说 澳大利亚南威尔市 国际关系副教授李明江表示 如果朝鲜真的准备好向俄罗斯提供弹药 这将有利于中国期望 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战场上遭受重大军事失败 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从这方面来说 这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一方面是中国和俄罗斯 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 他说 李说 中国将支持一个在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更有能力的朝鲜 以及一个继续给美国制造麻烦的朝鲜 这样的军事技术转让将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但中国将扭转局面 指责美国及其盟友将俄罗斯和朝鲜逼入绝境 这强化了中国对美国精心策划的亚洲北约的反对 华盛顿智库史听声中心中国项目主任思韵表示 台积电要求供应商推迟芯片设备交付 消息人士 路透社 据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 由于对客户需求日益谨慎 台积电PSMC已要求供应商推迟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交付 该公司正在努力解决问于亚利桑那州价值40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的延误问题 并试图控制成本 台积电并不是唯一对此感到担忧的公司 因为据信 由于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下滑 苹果最近推出的iPhone 13系列并未涨价 美国官员称中国国防部长已被免职 华尔街日报 据一位了解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被当局带走接受问话 而美国官员则表示 他将被免职 自8月下旬以来 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李和其他失踪官员的不明原因失踪 引发了人们对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治理的新质疑 目前尚不清楚李的免职是否与习近平主席通过反腐败清洗和结构性改革来整顿中国军队的运动有关 马杜罗表示 中国将培训委内瑞拉加入北京的月球计划 南华早报 作为两国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中国同意帮助委内瑞拉培训宇航员并最终将他们送上月球 7月 委内瑞拉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领导的国际月球研究站的南美国家 该项目旨在在月球南极附近建立永久基地 作为ILRS的合作伙伴 委内瑞拉将在太空任务期间提供航天器跟踪和数据中继等技术支持 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 而美国的目标是在2025年 中国和西方需求放缓对亚洲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 南华早报 美国经济放缓 欧洲增长疲软以及中国令人失望的复苏将对亚洲各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消费者和企业支出下降将导致亚洲经济体出口增长下降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一些亚洲国家对外部需求下降的敏感度较低 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家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旅游业也是该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贡献者 中国的进一步刺激措施以及消费者信心的潜在反弹将支撑旅游业 尽管有政策支持 中国1-8月财政收入增速仍放缓 路透社 官方数据显示 2023年1-8月中国财政收入增长10% 低于1-7月11.5%的增速 前8个月财政收入总计15.18万元人民币2.09万元 而财政支出增长3.8%至17.14万元人民币 仅8月份 财政收入同比下降4.6% 财政支出增长7.2% 8月份 政府国有土地出量收入连续第20个月下降 同比降幅扩大至22.2% 尽管出现企稳迹象 但中国经济仍面临实现北京今年5%左右GDP目标的压力 土耳其接近与中国就核电站达成协议 日经亚洲 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尔斯兰·巴拉克塔尔表示 土耳其正处于完成与中国的第二份核能协议的最后阶段 根据协议 中国将在土耳其西北部城市科格拉雷利建造四座核反应堆 该项目多年来两国一直在谈判 土耳其已经准备在明年通过俄罗斯建造的一座核电站生产第一批核电 土耳其还在与俄罗斯和韩国就西诺普的另一套四个核反应堆进行谈判 中国8月份土地出让收入连续20个月下降 路透社 财政部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政府土地出让收入连续20个月下降 继上月下降10.1%后 8月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2.2% 1-8月销售额同比下降19.6%至2.7亿元人民币3728.2亿美元 土地出售价格的下降正在侵蚀地方和地区政府的财政实力 并削弱他们的可自由支配的消费能力 中国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应对地方债务风险 包括放宽对房地产行业的限制 以及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审查 中国应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制裁两家美国军事公司 彭博社 中国宣布对向台湾供应武器的诺斯罗普 格鲁曼公司和洛克西德马丁公司的子公司实施制裁 此举象征性地表达了对美国支持台湾的不满 中国外交部声称 洛克西德马丁公司直接参与了美国对台军售 诺斯罗普 格鲁曼公司则多次参与此类销售 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 尽管他从未控制过这个自治岛屿 这些制裁被视为一种象征性姿态 因为两家公司在中国都没有任何需要制裁的活动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对美国国防企业实施此类制裁 中国将推出改进后的智能绿卡 放宽外国人在线订单 南华早报 中国将为外国永久居民推出升级版智能卡 方便他们购买火车票 机票 网上下单 新版本的智能卡将采用五颗星的设计 向中国国旗致敬 并将包括更先进的防伪和存储技术 智能卡于2017年推出 旨在让永久居民更轻松地执行各种任务 例如入住酒店和提交税务文件 该卡被视为合法的身份证明 无需护照即可用于预定酒店和门票 升级版是中国吸引外国人才来华定居的举措 将更好的服务外国人才在华工作和学习 中国开发商远洋集团暂停偿还离岸债务 日经亚洲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远洋集团宣布 将暂停偿还所有离岸债务 直至实施重组 并暂停其在香港的美元证券交易 该公司表示 预计流动性挑战将在中短期内持续存在 并认为对其离岸债务进行全面重组 是前进的最佳途径 远洋集团的债务问题 是不断加深的债务危机中的最新一起 这场债务危机困扰着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 并扰乱了全球市场 美国议员调查中点名的贝莱德中国基金遭受资金外流 金融时报 贝莱德专注于中国的ETF 在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指控该资产管理公司 从帮助中国军方的投资中获利后 8月份出现大幅资金外流 晨星数据显示 委员会重点关注的贝莱德五支基金中 有四支出现资金流出 其中规模最大的 iShares MSCI新兴市场 ETF资金流出达 216亿美元 达19亿美元 分析师指出 资金外流可能是由于中国股市表现不佳 而不是政治担忧 对于投资者来说 驾驭中国巨龙变得更加困难 金融时报 YouTube上 有关中国经济的视频搜索建议 包括即将东溃和玩乐等负面短语 反映了业余分析师和专业投资顾问的悲观情绪 这种负面情绪导致外国投资大量撤离中国 仅8月份外国投资者就卖出了创纪录的120亿美元 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股票 过去五年里 英国的散户投资者也一直在从中国基金中撤资 对政治打压 地缘政治紧张 以及中国经济缺乏信任和透明度的担忧 并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 然而 仍有乐观的投资者认为中国提供了重大机遇 从2000年到2022年 中国的长期增长率平均为8% 预计今年将贡献全球增长的35% 按市值计算 中国拥有全球100家最大公司中的12家 并有望在电动汽车、电池和电子产品等行业 占据主导地位 看涨的投资者认为 短期阻力并不会否定这些长期机会 寻求投资中国的投资者可以考虑投资中国A股、中国H股或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 沪深300和MSCI中国等指数基金广泛涉足中国市场 而寻求更精细投资方法的投资者可以考虑投资特定行业和公司 比如中国消费品公司、腾讯等高科技公司或电动汽车和电池行业的制造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中国股票存在风险,包括波动性和政府干预的可能性 中国会发动侵略战争、转移国内经济压力注意力吗? 外交事务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可能会采取侵略或转移注意力的策略来转移国内对其经济问题的注意力 然而,历史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很少将冲突用作转移注意力的策略 即使在严重动荡时期也是如此 中国对舆论和社会的强有力控制以及其列宁主义机构使其不易受到国内动乱的影响 政府有能力选择性地允许不针对执政党的抗议活动 其社会监视网络有助于压制对执政党的威胁 即使在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的时刻 中国也经常在国外采取和解与合作的行为,而不是挑起冲突 中国缺乏牵制行为凸显了发动牵制战争的逻辑缺陷 希望通过冲突提高民众支持的领导人需要找到一个风险最小 但又能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目标 然而,这样的目标很难找到 如果转移危机或战争未能产生预期结果 领导人将面临加速政府崩溃的风险 相反,在感受到外部挑战或威胁的时刻 中国领导人更有可能使用武力向中国的对手表明决心 如果中国的经济困难恶化 其领导人可能会对外部挑战变得更加敏感 特别是在台湾等问题上 尽管存在内部问题 但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增加可能会无意中导致北京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以表明其决心 然而 这将是威慑逻辑的反应 而不是转移注意力 美国外交官质疑中国国防部长是否被软禁 路透社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质疑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否已被软禁 这篇文章是在李缺席公众视野两周且未能出席与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议之后发布的 美国政府认为李正在接受调查 但调查性质尚不清楚 在此之前 中国领导层发生了一系列不明原因的更替和缺席 引发了人们对透明度和决策的担忧 中国在福岛事件中检查日本船舶压载水 日本时报 随着污染水排放争端升级 中国已开始在几个主要港口检查从日本抵达的货船压载水 此前 日本宣布计划将福岛和电站处理后的放射性水排入海洋 中国对此次释放对海洋环境和海鲜安全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 检查的目的是防止任何潜在污染的蔓延 中国称青年就业改善但没有提供证据 彭博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的青年就业情况在8月份有所改善 尽管失业率在上个月突然停止后仍然没有公布 国家统计局表示 将继续研究青年失业数据采集方法 并及时发布新信息 6月份 16岁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升至创纪录的21.3% 停止发布数据的举动被视为习近平主席政府减少敏感信息获取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数据提振情绪 亚洲股市上涨 美元保持坚挺 路透社 由于中国经济数据好于预期 亚洲股市周五上涨 MSCI亚太股市指数上涨0.84%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33% 创两个月新高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 中国大陆蓝筹股上涨0.2% 澳大利亚股市基准上涨1.75% 中国8月份的零售销售和工业产出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 而欧洲央行暗示周四的加息可能是本周期最后一次加息 导致欧元下跌 美元坚守6个月高点 美国财政部官员访问香港以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路透社 美国财政部官员布伦特·尼曼周四访问香港 这是自2019年以来访问香港金融中心的最高级别财政部官员 此次访问是美国深化与北京关系努力的一部分紧张局势加剧 内曼此访旨在以拜登总统的方向为基础 加强美中关系 此次访问正值中国经济面临消费者信心疲弱 债务高企和房地产市场低迷等挑战之际 访问期间 内曼将与各种受众接触 包括政府官员 政策制定者 学者 美国商界和金融领袖 讨论的主题将包括双边金融和监管事宜 以及香港和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 内曼还将致力于深化美国与香港之间的民间联系 美国政府强调 此次访问将强调 美国的重点是确保和促进其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 保护人权以及支持其盟友 新加坡的中国游客数量为疫情前水平的30%至60% 彭博社 新加坡预计中国旅游业将逐步复苏 今年游客人数预计将达到疫情前水平的30%至60% 截至8月底 新加坡接待了约87万名中国游客 接近2019年游客数量的30% 在疫情爆发前 就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而言 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市场 2019年 中国游客海外消费达2550亿美元 几乎占国际旅游总支出的20% 然而 自中国1月份开放边境以来 旅游业的复苏速度慢于预期 香港和澳门是目前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其次是泰国和韩国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 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2brief.com 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释 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释 观众朋友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今天是一个周五 很快又要到周末了 我们说有的时候天气瞬息万变 我感觉纽约昨天还是酷暑高温 还需要开空调呢 结果昨天晚上突然一夜之间降温 今天早上已经大有秋凉之意 我是把电热毯也已经拿出来了 真的是这样 那么也特别提醒 如您现在生活在美东的话 近期要特别关注气象频道 有关于台风的预警 那如果您在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区 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 也请您提前构备一些应急 可能需要的电池水 包括一些食物能源等等等等 应对好秋期突然而来的天气的变化 你在提醒我了 我看以后我是不是要办一个气候台 一个气候的频道 天气给大家播报气候方面的新闻 是不是 但的确现在我们看到 气候的极端事件越来越多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感觉特别的明显 那我们之前看到中国的水灾 其实从去年就开始有这样的情况 在今年我们生活的美东地方 又是加拿大的野火 同时在欧洲又出现了大洪涝灾害 特别是在利比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员伤亡 我觉得气候不仅仅是狭义的天气 5300人死亡 现在有一万多个人还下落不明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关注狭义的天气 穿什么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鞋 同时啊也有对于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化 基于更多的关注是个好主意 或许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对我是因为身受其害嘛 我在办公室我跟小阳离得很近 小阳没有抱怨啊 但是你既不是老是抱怨 说你呀老是在办公室上面吃东西 结果造成蚊子啊很多 我就很内疚啊 就马上就改变习惯了 小阳看到了 对不对 不但我改了 小阳也改了 这个发现 不是就是我们办公室 这个蚊子很多 现在到处都发现 出现了一顿新的蚊子 对 后来就发现是 对最近呢 这一年啊 如果您在纽约的话 可能有感觉 首先呢 是这个叫lantern place 我们叫做灯笼影 啊 这个这个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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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虫子啊 它看上去是一个灰色的 这样一个 像我们叫叫花大姐这样一个虫子 但是它伸开翅膀之后 你看到身体是血红色的 这个灯笼影啊 现在是没有天然的天敌 所以呀可以泛滥的衍生啊 那么在泽西城啊 在这个纽约 现在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纽约和泽西城 当地的卫生部门 也是告诉大家 见到之后就要把它踩死 否则的话 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啊 对于这个植物的侵蚀状况 在我们长岛这边 灯笼影似乎还比较少 但是今年这个fruitfly和nats啊 明显比往年多很多 那么呢 我也听到啊 有一种说法是啊 是因为今年的酷暑高温啊 导致整个空气的情况 和空气中的营养物质出现了变化 那么可能特别适宜这种小虫子繁衍 那我是特别特别的不喜欢小虫子啊 所以在办公室里 老是像怨妇一样的抱怨啊 说完了跟气候相关的消息 我们再来说中国有关的新闻 昨天呢 在华尔街论坛中啊 我们跟大家提前预告 周五的经济数据 可能会有某一些亮点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好好看 那么今天消息公布 果不其然 零售和工业产出两项数据 是有着比较好的超预期的增长 预估零售同比增长是三点零个百分点 而实际的数据是四点六个百分点 预估的工业增长是三点九个百分点 而实际的数据已经达到四点五个百分点 但是这个数据啊 两项比较好 也有两项让人觉得还有一些微妙之处 首先呢就是调查失业率 调查失业率啊 在上个上个月的预估呢 是五点三个百分点 现在呢是下降到了五点二个百分点 那我们看来啊高于五这个仍然啊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所以失业率是不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改善的现象 还要等到过了九月再说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暑期和招聘期 对于就业数字来说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 固定资产投资预估是三点三 而现在一到八月的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是三点二个百分点的增长 那么感觉呢似乎仍然是不及预期 整个投资领域的情绪仍然是比较的脆弱 而房地产领域我们看到房屋的销售仍然不断的下滑 没有出现止血之势啊 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为大家说到 中国经济复苏最危险 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指标 还是整个房地产的情绪 因为对于整个的中国经济占比 对于中国家庭的财富占比实在是太大 所以啊我觉得一个月的数字的确是看到了一些亮点的迹象 但是呢往往人家说数据要稳定三到四个月 才能够判断是不是趋势 还是某一时的数据类比可能会出现的异常情况 当然了大家特别关注到的还是青年的失业率 我们也知道在上个月开始啊 中国统计部门突然的停止了青年失业率的发布 引起整个市场一片哗然 这个月青年失业率的数字仍然是没有发布 但是统计局的发言人说啊 说青年失业率已经出现了改善 但我们说啊你不把数字发布给我 你光说数字出现了改善 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消息今天简单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其他更多跟中国经济时政有关的消息 在刚才这段中国简报中 我们已经为您放送了 声音乐